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Budelstrap4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特殊section的使用 section是个什么概念 区块 相当于网页中的某一个小部分 今天咱们用到section的标记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section标记 标记着网页上的某一个区块 因为咱们网页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内容 每一个类型咱们就叫做一个区块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其实很简单 就这个section标记 咱们再看这个section标记之前 咱们先看它的副的标记 man 什么意思 咱们回顾一下上期 上期我的index里面 大家请看body有三个部分 头部分 页头 man是主内容 还有页角部分 上期咱们写完了页头的部分 今天咱们写man部分 网页内容的部分 好 我现在先把上期的内容给您演示一下 希望咱别忘了 就这个 刷新 这是咱们上期的内容 这是咱们的页头 然后咱们在下面做这个页的内容 这个是今天咱们的课题 好 咱们马上开始 其实代码我都给您写完了 咱们看一下 首先是个man主内容 这个页面有什么内容呢 首先是一个section 其实这个页面中 我准备了很多的section 今天我是讲section1 下节课 下节课咱们还有section2 section3 咱们先来1 看 这section我给它定一个py 这py什么意思 余白上下 y是指什么 对 top bottom 对吧 上下 就换句话说 上下余白给5 这5是一个rem 好 咱们看 这个section里面 有个小标题 H2 它要标题居中 然后MB什么意思 自己去想 下边界 然后我这写上一个 小马视频频道 为什么我这用H2 因为咱们页面中 已经用了H1了 对不对 咱们尽量是这样 为了迎合网页的 SEO的优化 咱们一般H1 只用一次 剩下小标题 可以用多个H2 这是一个小的know how 请大家记住 然后咱们今天 这个section1里面 首先是一个section的标题 用H2表示 接下来是一个DIV container 容器 这容器里面 大家注意看 我定义了三个区块 这三个区块 分别代表 我要填写的 每个区块的内容 来说明我的网站 要干什么 对不对 这个地方 我给您举了一个 举了三个 以前我做过的游戏视频 比如说这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游戏视频的标题 我用是H3 小标题中的小标题 这样便于搜索引擎的机器人 来寻找 所以请您注意网页的结构 H3 勇者斗尔龙 建造者 这个是我开我视频频道的第一个视频 游戏视频 就这个建造者 然后下面是一段P文字的描述 再接下来是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建造者的图片 一会咱们看一下它怎么显示 这个地方大家请注意 这个图片的宽度 不是宽度 是这个class 我给的是宽度百分之百 这不是说宽度100像素 是百分之百 好 咱们再看 我的第二个自然段 是塞尔达黄昏公主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游戏 这个我当时也做过一套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这黄昏公主的介绍 下面也是黄昏公主的一张图片 再接下来 是咱们这个section里面 第三个自然段 这是什么 这也是当时我玩的是试玩版 也是非常的不错 打击感很强 然后也是一个是图片 图片的类也是宽度等于100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网页的内容 换句话说 咱们想描述网页中一个区域的话 用section 在section里面定小标题 在小标题里面套容器 容器里面分别对小标题的 或者说区域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说明 再用小标题 然后再套自然段 再给图片 大概是这个结构 好 那咱先手续 马上运行一下 我先把上期的文件拷贝过来 请稍等 上期的文件拷贝过来 copy 然后拷到我的13克 粘贴 过来了吧 然后这就要改一下 为什么 因为这个没有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应该是在 上文件加lesson12的下面 这对了吧 然后其他的没有动 我在man这个地方 考上今天咱们的代码 试一下 看行不行 别到时候我说行 结果一运行 出不了图片就坏了 就丢人了 我看啊 section 好 咱们考过 咱们考过来 在man里面 有朋友说 我不在man里面行不行 这当然可以了 这个您的网页设计 是不用说 我非得加heider加man 加这个footer 但是呢 你要有这个结构呢 有这个头部内容 脚部结构呢 您的网页的结构 会非常清晰 这个浏览器 不是浏览器 是这个搜索引擎的机器人呢 也会更加的容易识别啊 这是一个小技巧 好 咱们马上运行 这上期的内容 我现在这个是12克 我退回 到今天的13克 然后今天这是刚刚 咱们建立的index文件 我运行了 咱们看一下效果 go 请看啊 这是页面标题 这个是H2 小标题 这个是H3 小标题中的小标题 这是一个section嘛 对不对 这个section里面 先说是这个勇者斗偶龙 建造者 然后呢 对他进行说明 下面 大家请看 是这张图片 板着板 这板着板 为什么不是屏幕宽 有朋友知道吗 为什么不是 对 这个地方我用container 对吧 我不用container 那就屏幕宽了 对不对 好 咱们再回来 好 咱们再往下看 这是第二个游戏 黄红公主 塞尔达 也是一段文字描述 ZelodaのDances Twilight Princess 这是说黄红公主 这是一张图片 接下来 逃鬼传2 逃鬼传2的描述 然后呢 是对一张图片 这就是咱们页面内容的部分 但是这个内容部分呢 咱们做的去还不是很好啊 您说哪个网上一上来 是这个 这种感觉 这么大图片 看起来也读起来很费劲 对吧 没关系 咱们对着内容的结构呢 还要做优化 怎么着 让这个PC用户看起来也舒服 是让这个手机看起来 用户看起来也舒服 今后呢 我会对这个页面做优化 同时 今天咱们只是完成了section1 接下来呢 我还准备再完成section2 section3啊 让这个网页呢 加入更多的内容 以上呢 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段代码的效果啊 好 咱们再回到代码当中 好吧 今天给您共享的代码呢 就是这么多 您注意一下 今天我给您讲这个section呢 您说是必须吗 不是必须 但是对于您网页的规划 对于搜索引擎 机器人的理解呢 都是有好处 希望您呢 能够针对您的网页 每一类的内容呢 用section呢 把它区分开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 好吧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我也会放到优酷和YouTube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吧 咱下期再见咯 拜拜